您好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五期报新闻 我是徐俊相 带你挖真相 疫情蔓延时病毒可以靠快筛 但恐惧筛得出来吗 我们给您看到今天那个事情最新发展 习近平在武汉封城48天之后 终于进到了武汉 他预计将要视察武汉疫情最严重收治医院之一的金银潭医院 还有包含了火神山医院 还有包含了雷神山医院 另外习近平也将会视察被怀疑是病毒外泄来源的P4实验室 凡此种种我们说疫情能够靠快筛 但恐惧呢 给大家来看到是美股 道琼重挫了2013点 这是昨天美股呢 也创下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同时触发了史上第二次的熔断机制 这么一跌下去 我们就来看到的五大美股当中的尖雅股 苹果 脸书 Google Amazon跟微软 其中看到苹果跌了将近8% 当然我们知道美股是被谁拖累 当然是油价的崩跌 在周一的包含纽约跟伦敦的原油期货 暴跌了25% 创下了1991年波安战争爆发以来的最惨的跌势 油价跌拖累美股 美股拖累了苹果的股价 还有更关键的原因是 也是苹果最担心的是大陆市场买器缩手 在二月份的这个成绩开出来了 大陆的iPhone销售年减60% 卖不到50万部什么概念呢 去年同一个时间已经卖破百万部了 今年只有49.4万部 大陆的买器缩手连带也拖累了华为 华为首次将2020年的手机出货量下降了20% 各位我们别忘了 苹果跟华为是台积电的两大客户 这下台股当然是必须要严正以待 大家等着看今天晚上 川普会出台什么样的救市的一个方案 我请穆浩哥对我们看到 川普会在今天晚上邀集了参众院 还有这个共和党人来举行会议讨论 可能传出来是说税收减免的措施 希望能救市 但投资人更关心的是 这样跌下去的话 美股距离熊市衰退还有多近 对这个川普现在非常的急 你可以看到他要邀请国会议员 到白宫会商之前 他其实已经召开了白宫最高层的幕僚会议 而且今天就把消息先放出来 就说我要这个在防疫期间我要减税 针对美国的工人 燃领阶层 我这个所得税 这个payload的部分 我要暂时把它suspend掉 所以说这个利多一放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电子盘涨 但问题是您的答案刚就出来了 问题就出来了 这个利多到底是真的能使美股起死回生呢 还是死猫跳而已 对 它其实背后我们要看的是更复杂的一个结构因素了 就是在想问的是 现在距离所谓的真正的熊市衰退 还有多远 如果已经掉进悬崖一下的话 岂是川普的出台政策 你救得了的 没错 现在不是只有看到熊爪 几乎整个熊的身体 整只熊都已经快看到了 不是只有熊爪出没而已 现在目前的情势可以讲说非常的为待了 昨天美国股市 这个表现的非常大的一个波动 那开盘直接熔断跌到了7% 停止交易了 你可以看到收盘呢 这个最 这个是标准普尔500指数 一天下跌 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记录 当然最大的记录是1987年的10月19号 那时候我们一般讲说叫做黑色星期一 当时标普是跌到20% 那昨天呢 也排在美股这个榜上有名 跌了7.6%标普 这个是一个恶名昭彰的记录 那所谓熔断机制是什么呢 只要标准普尔500指数跌到7% 它就要这个让市场停止交易15分钟 冷静15分钟 对 假设说冷静完之后继续开盘 因为昨天晚上美股到最后9点49分的时候 开盘台北时间 就等于说冷静了15分钟之后呢 如果你再跌到13% 再冷静15分钟 如果说这个跌到13%是发生在下午 3点25分 那几乎要这个收盘的时候呢 我就不让你冷静了 就继续交易了 那所幸昨天美股是没有跌到13% 但是呢最终还是跌了超过7% 也就是说垄断机制 这个是史上 1997年来您刚讲的 第二次见到 也是史上第二次实施垄断机制 那莫娃哥 我们就历经了昨天的这个美股 血洗之后啊 投资人担心的是 要跌到哪里去 要跌进一个熊市吗 没错 现在我就要回答您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关键 因为台股的所有投资人也都看美股洞见观瞻啊 那昨天这个分析师啊 这个进啊 他就马上在推特上发了一个看法 他说呢 这个标准普尔500指数啊 从这个历史最高点 也是今年2月份的19号啊 跌下来啊 总共已经跌了17%到18%了 这个是一个整个波段的跌幅 你知道花多久时间吗 多久 13个交易日 才13个交易日 然后他把过去的整个美股下跌的经验 史上的大跌波段 告诉大家 比如说呢 1929年 当时呢 从9月跌到10月 一样是跌了差不多这样的幅度两成 花了42个交易日 然后呢 1987年也是一个大跌的那一年 总共呢 从8月到10月 55个交易日 然后呢 1990年也是大跌呢 这个从7月到10月 87个交易日 所以迅向 13天 恐怖恐怖 恐怖啊 你看你13天已经跌到了18 再差2%就到20%的生死线了 没错 而且你可以看到 史上过去大跌记录 少则42天 多则是要到87天 对 结果我们这次13天就干到了 你不觉得这次事态非常严重吗 压力山大 对 压力山大 油价是这次触发的一个trigger 我们昨天在节目讲过 那油价最终收盘跌多少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是 这根黄色线是这个 昨天的跌幅 总共呢是跌掉了 这个24% 这个24%呢 是1991年 波湾战争以来最大油价的下跌 非常的不妙了 非常的不妙 我们来看看这个走势图 你就非常有感了 道琼工业指数 短短十几个交易日 你可以看到它暴跌的幅度 达到19.8% 将近两成 这是道琼 纳萨克指数跌了1888点 这个幅度是19.2% 标准普派500指数下跌659点 幅度19.42% 查生死线都只有差不多一趴 所以这三条的意思是什么 今天距离跌幅两成的 这个所谓的quota 剩不到两个百分点而已 没有错 所以说真的是生死边缘 那很不幸的是什么 台积电ADR挂在 费城半导体指数里面 已经跌到熊市了 费半指数正式跌到21% 已经它已经是 等于说它已经进入到空头市场了 这是不能小觑的 脸书我们来看到 您刚刚所讲的尖崖股 脸书波段股市 这个股价跌幅 下来24% 进入到熊市 那苹果差一点点 现在目前快破底了 各位可以看到 它跌幅是17% 微软进入熊市 微软 这个是美国市值最大 第二大的公司 也是仅次于苹果 全世界市值最第二大的公司 跌入熊市 这不是开玩笑的 亚马逊跌了17.6% 差一点跌入熊市 谷歌跌了20% 刚刚好跌入熊市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尖崖股里面已经有几档跌入熊市 微软跌入熊市 这个谷歌跌入熊市 都是重量级的股票 全部跌入熊市 所以我们看到了川普 今天晚上出台的政策 大家当然高度关注 他救得了苹果的现在 苹果的未来 更严峻的 其实关键中的关键 在大陆市场 他救得了吗 所以你讲的那个冰山的大结构 最后我们要端出来讲 这个我们看到股市跌 油价跌 我们刚刚讲那是冰山露出来的地方 现在大结构埋在海下面 还不知道有多大 那个一个大的一个结构 是大家挫着等的结构 是什么呢 是未来全世界的消费衰退 全世界的消费衰退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影子了 这个影子是什么 你看刚刚最新新闻 苹果二月份中国的整个销售量 不足五十万只手机 这个跌下来不得了 是跌了六十% 这个数字真的头皮发麻 这个什么概念 去年的2019年的二月 他可以卖破百万 现在是五十万不到 没错 你看到他二月 一月份的时候还像样 还将近差不多有两百万只 整个到一二月份 你看连五十万只都没有 从两百万只一下跌到五十万只 这一根柱状是 这去年的同期 将近一百五十万只 就现在五十万不到而已 所以军相你知道吗 看到这个数字我不敢相信 我不敢相信是中国大陆 现在整个内需消费的一个 一个事实 太恐怖了 你知道吗 甚至我们看到另外一个 这个销售的事实 中国大陆二月份 整个汽车销售 你知道下降多少吗 汽车销售下降百分之八十 你能想象吗 这个真的是 从汽车到手机 那么回过头来来看 刚才是苹果是冰山一角而已 那横着来看 它的旧位型手机的销量呢 对 我们现在看到 就不是只有苹果一家的问题而已 现在是全世界所有大品牌 所有的大的一个消费的这个厂商 都错得等的问题 从苹果这个手机厂 从三星到华为到苹果到小米到欧普 所有这些大手机厂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图表 我就不细讲 它在去年第四季的时候 它已经出现 这个大概不到一%的一个衰退了 已经出现已经消费疲落的一个影子了 结果现在在出现这个疫情 再加上油价崩叠 股市崩叠 那真的不得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根据最新的一个厂商的评估 这个研究单位的评估 三星今年产量预估第一季下修3% 苹果下修10% 华为下修15% 小米下修10% 欧普下修14% Vivo下修15% 俊相 恐怖不恐怖 我看到更恐怖的是 当他们都下修就呈现Minas的时候 迁回来台股的相关供应链 相关的概念股 那台股岂有乐观的理由 完全要延正以待 所以你为什么看到昨天股票 可以跌到三百多点 跌破了一万一千点 今天有没有反弹 有 是因为川普大总统出来救世了 所以预估今天晚上美股 可能好看一点 台股最后奋力拉上来 也不过才涨了二十几点 外资为什么从年初到现在 总共在集中交易产行到货 快三千亿台币了 那外资是看到什么 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 这一次全世界 重大的经济挑战还在后面 所以各位不要掉影轻心 就说看到台股今天指纹了 看到川普出来要降税 要救世了 要放出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就认为说这个事情 就到此画下句点了 有这么单纯吗